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喜剧电影《龙虾》 电影讲述的是男主因被妻子抛弃 来到一个在规定期限没有配对成功 就会变成动物的神秘酒店 最终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影片开头 男主大卫和妻子坐在沙发上谈话 妻子喜欢上了另一个男人 大卫在痛苦中被送到了一个神秘的酒店 在接受一系列的调查之后 大卫入住了酒店 这时酒店的经理前来介绍 原来住在这个酒店的人 如果没有在入住时现实找到伴侣 就会变成一种动物 但是在变成动物后 还有继续寻找叛侣的机会 酒店经理询问 如果配对失败 大卫想变成哪种动物 大卫表示自己想变成龙虾 因为龙虾可以活一百多年 而且自己也喜欢海 大卫身边的那只狗 就是大卫的哥哥几年前失败变的 为了时刻提醒大卫 成双入队总比单身要好 酒店经理将大卫的一只手 靠在了身后便离开了 而大卫给我们表演了 单手刷牙 单手脱裤子等绝活 到了第二天 大卫吃早餐的时候 隔壁桌的两个男子 罗伯特和约翰 邀请大卫一起出去走走 在港口中 他们指着港口上的游艇表示 那是离开酒店最难的考验 要和伴侣在游艇上 共度15天的假期 晚上举办的舞会 大卫邀请了一个 经常流鼻血的女孩来跳舞 罗伯特邀请了这里 最冷酷无情的女捕猎者跳舞 约翰也找到了一个中年妇女当舞伴 舞会结束后 他们都被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 追捕猎物 也就是游荡的人 他们各自拿着一杆麻醉枪 走进了森林 可是大卫并没有带回来 任何的战利品 之后 酒店的工作人员 想尽一切办法 给大家灌注一种单身不好 只有重双入队 才是正确的选择的理念 这对大卫这三个人来说 都是一种折磨 约翰受不了这种折磨 来到泳池边 和那个经常流鼻血的女孩 搭讪拒绝后 他猛吹自己的鼻子 伪装成经常流鼻血的样子 获得了女孩的好感 很快两人就成为了情侣 与此同时 与大卫聊天的金发妹 度过最后一天后 变成了一头牛 大卫在窗户边看着那头牛 终于决定要找伴侣了 他把目标放在那 最冷酷无情的女猎头的身上 因为他对她十分有好感 大卫想要以假装无情冷酷 来获取女猎头的好感 因此 在对大卫频频示好的中年妇女 跳楼死去的时候 大卫在女猎者面前 表现的异常冷酷 一天 两人在外边泡温泉 女猎者吃了一个樱桃 被卡住了 前期死去的时候 大卫在旁边 舞动于衷地看着 很快女猎者又醒了过来 原来这是女猎者的考验 看到大卫也是同样的冷酷无情 女猎者决定与大卫结为伴侣 两个人在当天晚上 就入住了商人房 结果女猎者还在试探大卫 一天早上踢死了大卫的哥哥 大卫看到哥哥的尸体 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女猎者看到大卫假装冷漠 去找经理揭露大卫 把他变成动物 大卫在女侍者的帮助下 用麻醉枪将女猎者麻醉 喝到了变形式 将女猎者变成了动物 大卫由于不想假装恋爱 就逃到森林里 变成了独有者 可是在独有者的部落里 不准谈恋爱 可是讽刺的是大卫又恋爱了 部落首领戳瞎了大卫爱人的双眼 影片最后的结局 导演留给观众选择 大卫在海边选择变成龙虾 或者是戳瞎双眼 重新跟自己爱人在一起 这部电影充斥着荒诞和黑色幽默 尤其是前半部分在酒店的情景 对单狮蛙们来说 简直是暴击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